接下來是黃老師知情的學生 來講習慣化的時間 第一位請張強光 清華大學 各位好 我是在1989年到1991年的時候 在台大這邊念碩士班 所以那時候很有幸可以加入黃老師的BLOOP 接受黃老師的教導 有兩件事情我非常記得有兩件事情 一個事情是曾經有一次 我們BLOOP的學生都會有個別的時間 可以跟黃老師談自己做的研究 曾經有一次我跟黃老師在談到我作論裡面的一些問題的時候 因為有一些觀點上面的彼此不同意 那各位知道不同意的時候講話就搶著講 我說這樣他說那樣就搶著講 那不只會搶著講還會越講越大聲 因為要壓過對方 所以那時候我是他的碩士生 我就在他的辦公室裡面跟他搶著講 而且越講越大聲 後來他就稍微停下來 他講話很大聲 剛剛很多人都提到 那我顯然好像也不失落 那他停下來他就說 翔光 不是大聲就贏的 所以這是我非常非常記得 所以這裡面我學到的教訓就是說 要以禮服人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我學到的教訓 要以禮服人 不是大聲就贏 那第二個也是我在他研究室裡面 他其實跟我講了一個事情 因為就是說他跟我說做文章 我就都發表文章 他說做文章不是只是要做對的文章 是要做好的文章 所以這件事情我非常記得 從那時候我是一個碩士生 我一直都記得 一直放在我心上 那今天其實來這邊 其實我滿感動說 大家這樣懷念他 那我看到從最前面 大家講很多很多事情 其實也增加了我對黃老師的認識 其實坦白講 那因為當時我是碩士生 所以對他的物理界 其實了解沒有那麼深 那念完碩士就出國去了 所以剛剛其實我發現 黃老師真的是很令人敬佩的一位老師 所以我很敬佩黃老師 敬佩他對物理研究的這種全新的投入 整個的這個devotion 我非常非常敬佩 那也很敬佩黃老師 對台灣物理界的貢獻 那我個人也很感謝黃老師 感謝他 我可以從他身上學到很多很多東西 那也感謝他對我個人在不同階段的 很多很多的幫助 那我會永遠的銘記在心 謝謝各位 謝謝 接下來是詹傳忠東海大學 我是詹傳忠 那跟俊偉還有張祥光 我們三位是同一屆的書師班學生 那之前我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 還有主持人說只有一個半分鐘 所以我就在想 這件事實在很難講 不知道講什麼 那我其實算是相對幸運的人吧 因為我覺得我在我的人生裡面 很早就決定我想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我的運氣還算夠好 所以我想做的事情跟我的願望 差不了太多 那我就想說 黃老師對我的影響到底是什麼 或者說我從他身上能夠對我的 親近的人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除了剛才有很多人提到了 黃老師是一個著名的美食家 他在帶領我們學生的時候 常常信我們好吃的東西之外 我想有兩些的事情 可以在這邊特別提出來 第一就是 很多老師對於指導學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那在座的各位黃老師學生 大概都會統一 黃老師基本上是採用 放流思考的模式 所以我想他非常尊重學生的自由 那我覺得我個人也蠻幸運的 能夠在這個自由環境下 選擇自己的道路 第二件事情是黃老師 平常在做group meeting的時候 我不知道這個同學敢不敢講 不過我個人的印象是 他常常非常喜歡用挑釁的態度 來質問學生 那這個挑釁的態度 當然會讓學生報告我在內 因為常常會引起這個反感 所以要常常跟他爭奪 像剛才剛才提到部分的詳情 那我覺得這對於一個學生來講 其實是一個好的訓練 到了比較晚的時候 我才能夠體會 這對學生才是一個真的好的訓練 所以 藉這個機會 我感謝黃老師給我的教導 也謝謝大家的一提 謝謝 接下來由東華大學 劉晨光 好 好 還是要把他重重後先 好 這個 好 你可不可以先上來 因為那個projector要在lob一下 那我們先請 其實是我師兄重重後 交大物理師 電汙器 各位物理先進 各位老師 各位同仁 我是眾從後交大電汙器老師 我是黃文玲老師 1991年到93年 碩士班的指導學生 他是開啟我 對物理研究的啟蒙的老師 在我台湾語系大學 剛畢業的時候 還不清楚的研究方向的時候 我很幸運的找黃老師 當我的指導教授 他讓我開啟對 不僅是粒子物理的一個窗 那同時也是理論物理的一個啟蒙的老師 他告訴我 要怎麼樣問問題 才是好的問題 那思考的時候 怎麼樣有邏輯的思考 才是真正的在思考物理的問題 那同時要怎麼樣找文獻 那更重要的是在計算的過程當中 千萬不要忘記了物理的精神在裡面 而迷失在這個計算的 detail裡面 這是我在碩士班的時候跟黃老師學到我認為對我日後做研究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得知黃老師過世的時候 然後也非常shock 因為在兩個星期之前 我曾回到物理系給演講 然後還曾經特別拜訪黃老師 那黃老師念字在字的就是他自己主編的這本期刊 Universe 那是他等於說在宇宙天文物理方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mission 那雖然遺憾沒有辦法繼續 不過我相信他的精神應該會繼續持續下去 那雖然我的研究領域在到美國之後已經轉到content matter 靈態理論 但是我從黃老師的身上學到了非常多做物理應該要有的態度 包括非常專注而純粹的一種態度 那非常focus 在黃老師中風之後還能夠繼續持續不斷的研究 那這個是一個大科學家的精神 也是我終身學習的榜樣 那在此我非常感謝黃老師教導我們這些學生 同時也感謝他在台灣物理界的重大的貢獻 那黃老師的精神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也活在各位的心中 謝謝 接下來請 東華大學 劉承邦 我用投影片的原因是因為這邊其實有一張蠻珍貴的照片 我想大概可以勾起再做我們這一輩的這些黃老師的學生們很多的回憶 我叫劉承邦 那我的這個標題是 就是我自己在這個 Subatomic System 裡面的Singletary的一些故事 那其實就像剛才這個其實彭仁堅老師已經提到 黃老師大概回到台灣以後呢 就比較不是在做這個Wid Injection 的部分 所以我們這些碩士班的學生 那時候大概跟黃老師在做的主題 基本上就是QCC Thumbroot 跟這個 Parton Distribution 所以我這個故事跟黃老師走這一段 這個 Subatomic Symmetry 的 Journey 其實有一點點魔幻寫實的味道 我想大概就是這一張照片 我大概是91年的時候第一次遇到黃老師 那時候我只是一個大師的學生 然後在做這個 很多年輕人其實都已經變成 faculty member 然後包括 Justin 跟 Erwin 這兩位小朋友 所以而且這個是在大概應該是在天翔的青年活動中心辦的這個 核子物理的春季研習班 那當然主要是由黃老師 然後楊信賴老師 那張志祺老師在這兒 OK OK 然後這個地方 第一個魔幻寫實是 OK 這個二十幾年之後 那我就在這個地方 30公里的地方開始 對 算是成家裡了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到花蓮 然後呢 那剛才幾個學長都已經說過 我在這個黃老師的這個group裡面 meeting的時候是很很恐怖的事情 那我那個時候呢 其實我是 我跟黃老師做錯事研究生 大概只有一年的時間 所以我是初二才加入黃老師的group裡面 所以剛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修過高老師的這個 這個粒子物理導論 所以那時候其實知道的東西不多 所以第一次被要求 要在這個group meeting 報告的時候呢 取巧的辦法就是 看一看這個 Scientific American 裡面的這個文章 然後做個報告 這個大概是九零年代的時候 這個 Scientific American 的一篇文章 那講的是在這個 各種不同的這個物理領域 不管是化學生物 跟這個物理領域裡面 關於Kirati的一篇 一篇 一篇 paper OK 那 結果很驚人 是我沒有被黃老師 challenge 太多 那他甚至還鼓勵我 就是說 你應該把這篇文章翻譯一下 然後投到這個科學院開上面去 不過那時候因為做碩士論文 沒有太多的時間 有趣的事情是 我後來跟王國光學長 特別研究這個atomic system裡面 就是透過這個原子核跟電子間的 Z-Boson exchange 其實原子是具有台灣問題的 OK 那這件事情其實我一直沒有意識到 直到我2008年回到台灣的時候呢 在黃老師的group裡面給個meeting的時候 我才意識到 我在這個黃老師的group裡面 講的第一個這個科學報告 其實跟我的這個博士論文 做的是所謂nucleannable moment 是有關係的 那基本上就是在這個核子系統裡面 因為有餘生不守的能力 然後造成了一些這個 不為靈的這個電子的moment 那其實在1997年的時候 在這個諾貝爾獎得主 Karl Weimann 他在NIST的這個實驗裡面 其實第一次測量到 所以我本來的這個博士論文 不是要做這個題目的 後來老闆叫我做這個題目 所以這是第二個很巧妙的事情 那當然到最後就是 我開始要到這個 從2001年畢業 然後到這個溫哥華的triumph 做第一個post art的時候 那當然post art要開始做一些比較原創的 新的東西應該跟這個博士的時候 不應該要有太多重複的這個主題 所以我那時候想到的就是 那時候一些collects就建議我看看 這個paritivirating electron scattering的過程 因為這個對於當時是可以 那時候會有兩個一些這個nucleum的strangeness 或者是這個actylvector的這個copting content 那時候相較黃老師 在這個80年代初期的這兩篇paper 剛才鄭老師也說過一個大概八十幾 一個120多頁 我忘了我到時候我那個時候有沒有把200頁全部讀完了 不過anyway這個後來 我後來就是基本上面就是把黃老師之前的這個工作稍微了解一下 然後做的一個比較重要的工作 大概是當我這個post art第一任的這個作品 大概就是也就是 也就是後來用比較這個高能量的電子數 然後去探討在這個electron deuterium 這個scattering過程裡面的這個nucleumannibody 我講這是第三個 那後來我整個這個生涯裡面 如果是做一些跟fundamental symmetry有關的 在這個意義上面來講 其實好像跟黃老師之前做過的東西 其實或多或少有一些相關的地方 雖然我沒有直接的跟黃老師 publish that in a paper 但基本上我想這邊的 我個人在這個fundamental symmetry的一些工作 其實跟他的影響是非常有關係的 那我也特別謝謝俊文給我這個機會 在這個symposium裡面非常表達我個人 對黃老師非常感謝的心意 謝謝